完美完美完美 這個地方正好是一個 南來北往候鳥的必經之地 在許舟港之地這一塊 鄭市長上來後 想把這個地方 達到一個水鳥的熱源 當時我們是滿懷的期待 桃園野鳥學會 這次救助也放的是三指冰玉 每年都會出現在許舟港 湿地過冬 只是迎接遠來交客的這片土地 國家級的野鳥漆地 現況實在難堪 綠牡蠣 在整個桃園野海 這就是一個典型的污染 牡蠣都綠色的 這樣的牡蠣可以吃嗎 可能就是污染太多了 垃圾 然後前方的冒煙囪的地方的工業區 廠房的廢水 留下來的污染水源 許舟港濕地的範圍 從浦興溪 新潔溪 老潔溪 到富林溪 濕地面積961公頃 海岸線長10.5公里 是國內最大濕地 也沒有什麼螃蟹 很少了 因為這裡面生態完全壞掉了 鳥放就是給候鳥栖息的環境沒有了 那鳥就會越來越少了 不僅濕地遭污染 整個海岸線原本有27公里的藻礁 長期污染的結果 只剩約4公里藻礁正常 輸貨量剩下了三分之一 海岸的綠牡蠣同超標40到70倍 候鳥數量減半 生態一片死極 可是它還是可以吞 它會調一下 調一下 可以 可以 試試它 桃園第一個商鴨救助之家 這幾年生態環境惡化 野鳥救傷的案件大增 2013年有120件 2016年已經增加到653件 可是它其實整個狀況 已經比剛來的時候穩定很多 你看它的整個狀況 它不會躁動 然後也不會 也願意接受餵 因為你看我手一過去 它會喊 它其實沒有咬我 它是喊 然後它知道我要餵它吃東西 我覺得這個都不是 它應該有的宿命 這其實是人為因素在裡面比較多 他們已經習慣把廢棄物清理的成本 外部化 所謂外部化就是 他要全民買單 他自己不願意想辦法吸收 航空想解釋 工廠廢水或污泥都需要合法處理 會增加開銷 有些廠商想省錢 就找合法也不非法 討厭檢方 日前才破獲大型污染案件 這看起來只是一個普通的倉庫 但是我帶您進來看 這裡面被丟棄的一些 什麼樣的廢棄物 這個太空貓包裝 這盤都是廢污泥 而且你看這都是重金屬 含量非常高 像銅等等 這些都是有毒的失業廢棄物 更可怕還在這裡 一桶一桶 大概有一公噸 一公噸的廢溶液裡面 你看到這邊就不是強酸強鹼 剛剛問到是這裡面 現在是化骨水 意思是說 如果它碰到皮膚的話 嚴重 很可能還要截肢 做採漾檢測送業人的時候 發現它裡面 重金屬的含量都很高 有銅污泥有一些是含孽的 然後有些含嗑的 16家科技業者 以每公斤30元代價 將污泥會容易交給業者 業者再以每公斤3元代價 交給環保蟑螂非法氣質 檢方花了一年半才一網打盡 移送69人 還得處理滿坑滿谷的 有毒廢棄物 最終這些製造出來的 這些廢棄物 都是要由我們全民來買單 因為會影響到我們的環境 環境的部分包括我們的水源 包括我們的農作 我們也有做過河川巡守 我們就曾經通報 通報的時候剛開始 他們也很認真 可是多通報幾次之後 就沒有下文了 我們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感覺到真的是氣餒 要保護環境 那產業也要得以生存 以排放污水為例 總量管制區 對現有工廠管制標準 是加盈要求 像是銅 原本是3ppm 現在要求1.5ppm 不過距離灌溉水的標準 0.2ppm還有7倍差距 這樣的排放標準 對灌溉水來說 還是不及格 可以看到了 其實它還是可以 獲利上來說還是非常的穩定 我們認為政府 一定要在這個端點裡面 好好的再去跟這些業者 好好的溝通說 你到底可不可以用更高的標準 來去達成這些事情 我覺得大家都很想要 立刻見到成果 可是我覺得 那就是要階段性來做處理 我們第一階段先跨出去 讓廠商開始在這一塊 開始做很多的努力 5年內之後 如果說環境沒有一個 比較更好的改善 我們會重新去檢討這個標準 我們的制度裡面 好像沒有一個 真正的要讓它乾淨的 環保和經濟 政府站在哪一邊 顯然桃園的生態浩劫 還沒結束